字幕志愿者 客制化晶圓测试 搭上半导体热潮 因为去年合并营收达到29.1亿元 年增2.6% 前餐季EPS 13.56元 主要的大客户从风装IC设计到晶圓通通有 这么一二十年来的话 对于欧美的大厂 我们就地提供这种工程设计 还有在地服务 在这整个一个半导体的产业内 应该可以跟台积电一起 大家成为户国群山 成为户国群山绝对不是说说 全球前十大风测厂 有七成以上是尹威的客户 看好5G AI HPC车用晶片持续成长 带动高阶半导体测试需求强劲 尹威豪杂32.5亿元 高雄盖新厂 展望今年一手渴望有双位数成长 预估今年整个像测试界面 这边的相关的一个营收成长 那大概都可以达到一二十percent的一个幅度 台湾俨然是全球半导体的重症 由台积电带头冲 那时候股价一度飙到六百五十元的新天价 如今又有尹威挂牌 替台湾半导体肋骨注入新活水 参选许之雄方向看不到